再講一次沒關係 就想問一下說 你對於今天這樣子第一次出來投球 因為你等到八局才出場 那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說那個在那邊等待的感覺 然後有沒有覺得說 有點 就是悶啊還是怎麼樣 嗯是不會悶是有點無聊 就是因為就是一直在看 看比賽然後一直在等待 其實有點坐立不安 就開始感覺有點像那個像以前 去年跟那個 未來之星的時候的感覺是一樣 就是一次上場去投球這樣 對啊 而且今天剛好就是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你是在第八局才上場 那就是前面一些 紅毛隊的先發主力 都已經離場了嗎 那你原本是覺得 自己應該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應該會希望說 可以比較早一點來投球吧 當然是希望 這樣 這樣當然是最好 但是這邊是說 因為 我們有 我們有 今天就是我們的 光榜的王牌投手先發嘛 Chris Archer先發嘛 再來就是 也是一位大聯盟先發的投手 要投 兩個人就吃了四局了 所以 往後面開始算了 大家都在投一局局數 那其實第一場比賽而已 我覺得 我覺得慢慢來沒關係 因為之後往後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遇到比較 就可以 還可以遇到更多 大聯盟的選手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第七局其實原本有狀況 對 那對八十號的投手有狀況 那時候 教練有沒有跟你講過 有可能會判你上 那個收尾 對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投手大概是三十顆左右 那我們後面的投手大概是一局 但是就是 錄出出來是三十顆 那如果一局超過三十顆就會換投手 不管你 幾人出局都是一樣 那 他當投到最後兩個出局數 他已經投完 他已經投了二十二顆了 所以教練那時候跟我說 是要準備好 可能會上去接他的 兩人出局之後的 投完 所以他後來有 被打在一隻安導 我想說喔 那可能要上場了 可是後來 我們做了 我們守備防守得很好 然後 把那個 跑三壘的跑者也刺殺出局 那 以後那個投手也下裝 然後 跟妳說我自己也要準備好 下一局的必須去輸這樣 對啊 我以為已經找到 我其實找到六六好了 對啊 不過那個三壘的那個 三壘解決那個 跑者的那一位 剛好就是 那個 Cannot Wong 還是 Cannot Wong Cannot Wong 對 Cannot Wong 對 因為這個還蠻有趣的 就剛好 他那個 要 他在三壘幫忙 解決這個問題 嗯哼 然後讓他 那個 讓你們隊友可以安全下裝 對對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你這一次 因為那個 今天這樣投球的話 你的投球策略是什麼 因為今天其實 投得還蠻精簡的 對 呃 一般來說我今天就是 只是想說 上場的時候就是把 球先控好 然後 不球 不球 也不球要 要推球數 還是怎麼樣 先把我該想投好的球 先投好 就比如說我支球跟變數 變數球 把我最好的兩顆球 先投好這樣 然後 然後 嗯 就是先 讓大家的出局 也沒有說要搶三陣幹嘛的 因為畢竟是第一場比賽 如果 太 擠太拚的話 會有 我覺得會有反效果 那我覺得 倒不如先慢慢來 然後 先 以 最精簡的方式 把這局完成 那 因為晚後還有很多比賽 那 我會一步一步慢慢來 因為 不想要太急這樣 對啊 不過今天你其實還蠻進入狀況的 因為你的球數的部分 都落在90到92米左右 那 對於這樣子的狀況 你覺得說 對自己有什麼樣的看法 呃 我 對於這樣 就是以速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算滿意 因為畢竟是第一場的 大聯盟春訓比賽 那 就像我剛剛講 晚晚很多比賽 我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慢慢調整 那之後 慢慢的加一些訓練 然後 然後 然後跟 就是 技能啊 然後全部都進入狀況的時候 我相信球數會慢慢的回來 那 9192對我來說 剛開始的春訓來說 已經算是不錯了 對 沒有說 一定要 一開始就丟到我最快的球數這樣 那是 因為那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最快的球數還是 畢竟最快的球數 最好的狀況 還是盡量在 球技中 表現出來 會比較好 那春訓就是 把動物維持好 把體能維持好 然後準備 應接新的球技 那我 對於今天這樣投 我很滿意 對 有球有點偏高 稍微做一點調整就好了 對啊 所以說 那個 今天 主要球會偏高 是因為說 他們要那個 測試location的部分嗎 其實也不是因為 也沒有說要測試location 跟那個 其實根本沒關係 變成是說 就是 剛剛我講 調整上的問題 要重新再 好好調整一下 去球有點偏高 那 可能 有可能動作太快 還是 手沒跟上的時候 導致球變成偏高 但是至少 他的球的位置 都不會 落差太遠 對 也沒有說 跑得很明顯的 很leap的壞球之類的 那 球大自然控制的那個部分 對啊 我今天投了一顆滑球 兩顆曲球 曲球投得不太 不太順 但滑球投得還不錯 對 所以說 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先測試一些球面 對 大概就是測試一些 怎麼需要我練的球 比如說 滑球 對 然後 我現在大概投一個滑球 投得還不錯 曲球 曲球就是 要試試看 然後還有我的變數球 變數球 一直以來都是我 最好的球種 那我今天就是有投 那投的效果還不錯 對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你之後春訓應該會蠻有信心的吧 因為這一次剛開始 像張靖哲昨天在春訓第一場比賽就打出拳來這樣 那今天的話你又有一個好的開始 那這樣子其實對我們台灣的選手來說 都是一個還不錯的消息 對 那所以說你覺得有這樣子好的開始 其實對你來說應該也是一個 會讓你更有信心去面對那個就是春訓的挑戰 沒錯沒錯 因為就是 我想大家都是一樣 就是一開始有好的表現 然後 就信心會大增益 我也是一樣 那 往後的部分就是 當然也不能超之過激 也是要一步一步慢慢來 不要想說我表現好今天 然後隔天就要 下一次比賽就要 很想要展現出 還想要證明什麼 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覺得說我想 我會想要 一步一步慢慢來 然後 照著我自己的節奏 跟自己的計畫 然後慢慢走下去 這樣 然後主要還是在秋季中的表現 對 主要現在春訓的多學多看 然後 把 身體狀況調整好 把體能狀況跟力量 還有一些偷球狀況調整好 這是最重要的 對 那就先恭喜你 那希望就是 今年春訓的時候 你能夠再接再臨 能夠當教練 對你印象更深刻 好 謝謝